早晨,又是我Leo 今天我約了一位地產界的Youtuber 我本身有訂閱他的頻道,叫做黑糯米Jimmy 雖然我很窮,沒有錢買樓 但也喜歡看一些地產的頻道 剛好早前,因為我之前有一條影片 講這個Model Y的收車 見到Jimmy有看到這條影片 也有like有留言 於是我就說不如有空聊天,約出來 剛好他收了車後,也做了很多改裝 以及也拍了幾條有關電動車的影片 我們今天約了他 以及他的一位觀眾出來聊聊天 看看他何時來 我們來吧 還有門皮裏的聲音 我門皮裏沒有什麼聲音 我覺得最大的雜音 反而是我放了一瓶水在我旁邊 那瓶水浪得不好 他就反而石裸卡 你沒有用過那些爪畫、杯墊嗎 門板旁邊的位置沒有 中間就有的 所以我通常放一瓶水在中間 一瓶水在旁邊 隨時可以拿另一瓶來喝 旁邊那瓶就反而經常都來了 我對這些聲音其實很敏感 譬如我女朋友經常都放一瓶水 放什麼,我就會放一瓶水 借你的車來試試 有一個小螢幕 但為何好像有點叮叮 不知為何 可能是錯覺 因為它這條色調 它是有弧度的 令到錯覺好像中間凸出來 然後旁邊 不知如何說 我明白的意思 但就算我不是看這裡 我看這裡真的有少許 但很少而已 但加上後面就有些過癮 將這件事放大了 好,嘗嘗你這個 我這些全原裝L 我真的不會做這些事情 我頂盡就是放一顆Sexy Button 然後手機也不是放在這裡 手機是放在這些位置 那這些重改的朋友 先拍一下他的樣子 好,嘗嘗你這個 這些重改的朋友 就對了 他改完我可以試 好,嘗嘗這個太盆 以前有沒有開過 類似的太盆 或者真的改了太盆 真的沒有 真的沒有 因為我不知道 我對於這個保養的問題 是頗緊張的 我又懶惰 我又不想所有東西要回去還原 所以我的人體極限就是Sexy Button 因為我裝插很簡單 但是我自己也做得好 Sexy Button 的功能 除了是監控著這輛車 以及多了一些按鈕之外 有沒有一些特別的 想不到它是幫到手的 在用車的時候 首先就是它Sexy Button 有幾個功能 第一個功能就是實體按鈕 這個是最明顯的功能 那一刻拉到手了 馬上拉到手了 先說Sexy Button 先說Sexy Button 第一個功能就是實體按鈕 第二個功能就是那個Monitor 即是你用手機 你可以幫到車子有很多不同的數據 主要是電池的部分 然後第三個就是你外門的把手 你可以設定一些 shortcut 例如在乘客位拉半下的把手 就會打開頭蓋 後面的乘客位拉半下 就會打開那個充電蓋 變了很多時候就是 我去一些E-Charge 一些自備線 那些 你最後收東西上車的時候 你就可以不用走在車上 不用按錶 不用按手機 你全部東西可以在外面做完 這個反而才是我現在 鍵著還會用Sexy Button 的主因 因為事情就是我本身就不太用那些實體按鈕 我覺得有點無聊 很無聊的 其實按鈕其實也能控制到的 我都駕駛了兩年 那我怎會不習慣按鈕的東西 但是有按鈕就試一下 尤其開手機箱就試一下 但我後來發覺其實我這樣按鈕更快 還有價錢也不便宜 是呀 純粹為了一粒鍵去買 就真的不要浪費錢 純粹是一些額外的功能 就像剛才所說 是方便在車外 不需要拿手機出來 可以省一點時間 爽手很多 你三個用途 我覺得你中兩個就值得買 你三個用途中一個 我就覺得不是很值 因為都真的不便宜 就算四粒鍵那個套裝 都兩千送點銀 單落覺得怎樣 動Steam View 我覺得一個問題是 平時這樣 駕駛飛機這樣其實是挺舒服的 嗯 但是去到 譬如我現在要掉頭的時候 就會有些 即是那隻擺手 譬如我習慣了老司機做這些 單手擺軚 擺軚之後 去到這個位 我平時就直接在這裏拍下去 就高了 那我的手就一邊移動 再拉回去 但是現在沒有這些 我們要這樣拆開它 哈哈哈哈 你要離開腳踏盤 然後再撥腳掣 再繼續下一步 那一步 那一步不順手 當然那一步不順手 當然改動的這個位置 可能這個位置又再厚了一點 那變成握手上 是感覺 我可能第一次用 但是有點怪怪的 嗯 我用慣了 好呀 還有一個好處 你有沒有發覺 你撥敲力時沒有聲 噢 但是 嘮嘮嘮嘮嘮 嘮嘮嘮嘮 嘮嘮嘮 好大力 我便要撥爛你 你的Ectera 他也卻 這個車線呢 車到超靠得 我覺得其實 你會知道 一般這樣轉彎是完全沒問題的 順的 走高速很爽的 感覺是輕鬆的 你的爽位在哪裏呢? 我都拍了 你的手要觸碰它的軚盤 你可能放在大腿上 但你原形軚盤也可以? 那角度不是太對 你不知怎說 你開下去會感覺到 剛剛就在這個位 比如我現在拉AP 我平時就這樣 就算是圓形軚盤我也是這樣開的 可能我本身坐得比較厚 那我就大概在這些位置這樣開 還有些什麼改的呢? 前陣子試了一個行車電腦 前陣子我試過一件東西 插入OBD2 我講的 對 他聲稱可以令車子走順一點 中後短比較好 但又省電一點 那裏這麼神化就試一下 但我實測過後 駕駛了大概一千多公里 都一千公里 試過後 耗電量比裝之前低了一點 大概一成左右 但是呢 當我插回了 就說現在去試 因為天氣真的涼了 沒有之前那麼熱 冷氣都不用開得那麼冷 出來的效果呢 電量不是差太遠 不是太大分別 其實他那時候也有找我 但我真的不敢回覆他 不敢回覆他的原因是 首先我自己覺得整件事好像相遂 我無謂認了你 試完你的東西 然後說其實不行 我不想 但是首先這樣說 我們假設那件事 要不可以要不不可以 如果那件事是可行的 首先你刺一隻OBD 你去影響行車的訊息 譬如說我舉個例 最近Tazer做了很多Soft Air Update 2022點36點幾的那些 其實無論是這些標台仔 又或者是Sexy Button之類 它們全部都解僱了 全部都說我要Firmware Update 我才可以支援最新的Tazer version 你想想如果Sexy Button 那些只是用來打開的手飾箱 都要這樣更新的Firmware version 你那個OBD 影響到行車的耗電量 那你是不是都應該要更新呢 如果你沒有更新的話 是不是解僱了車呢 如果你真的 我假設你真的用來 然後你因為 我不要說因不因為 而是你在這個過程中 你炒車 任何原因你炒車 那你應該是責Tesla 責自己還是責物 那這就是如果它用來的情況 反過來 如果它不用來的事 就簡單很多了 不用來就是 我總之刺了一顆LED燈膽 刺了下去 沒有反應的沒有事的 只是心理作用而已 所以我就覺得 這件事 無論它有效與否 其實兩邊都很古怪 所以我就不敢回覆它 所以就不試了 因為我講一下 試了三件事 第一件事 是令到煞車的反應更敏感 這個我保持到 因為它是說明 是給摩托話專用 而電腦 就是電腦仔 小小粒而已 以及控制電池的部分 我沒有要到的 原因是什麼呢 就是分別不大 價錢也不便宜 控制電池那一塊 我真的強烈建議 就算它使用也不好裝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曾經有車友試過 例如你知道 我們舊版有一塊 12V的小電 在前面 你新版就是一個16V的鋰電池 我們曾經有人 那塊小電 已經壞了 已經壞了 那就換了一塊 坊間的鋰鐵電池 其實沒有問題的 本身放在有車上 是完全可以的 但是當換了下去之後 Tazer 的行車電腦 發覺那塊電池的變化 不是一個正常電池的變化 那會發生什麼事呢 它就立刻在著曲 告訴你 那塊電死了 那塊電是沒有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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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行車電腦 覺得那塊電的 那塊電池不對勁 那它就說那塊電壞 如果你只說那塊電壞也不要緊 那好吧 那塊電池脫掉出來 不如換一塊普通的電 那塊電池 那塊電池不可以的 那塊電池會繼續穿 然後你又要回廠 再去重新設置 才可以使用 另外一位觀眾 Marcus好像到了 他同樣都是黑色的Model Y 那就拍在旁邊 過去打招呼 喂,Hello Hello,Hello Hello,Hello 喂,Hello,Hello Marcus Hello,Hello 你好 咦? 你已經在看著 你已經在看著 我們每一個人都是這樣 我來先 他一來我們就拍著他 OK 好,來了 你明告一他們 會不會 這間 發展 相當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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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展